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 我们尊敬老人 到你自己老的时候 年轻人就会尽尽你 因果报应吧 我们不尊敬老人 到自己老的时候 年轻人不尊敬 所以自己也晓得一定会老 老的时候需要人照顾 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定要照顾老人 照顾得越静心 照顾得越周到 你陪的父亲越大 你不孝顺父母 想儿女孝顺你 不可能 为什么呢 那英国颠倒了 这样才知道孝敬父母的重量 为什么 做个儿女看 儿女将来就学你的样子 你孝顺父母 他一定会孝顺你 你尊敬老人 到你老的时候 一定有人会尽敬 这种英国定律 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要别人怎么样对我 我就应该怎样对 先不识 先中阴 后来自然的孝敬老人 这孝敬要更在根实的孝敬 那么就说 供养父母是第一孝敬 照顾贫困 老人 真的是第一孝敬 你能够照顾贫困 就是因为 将来 你老了之后 你的儿子会下人 果报好吧 我能照顾老人 病人 自己将来 老了病人 就有很多年轻人 来照顾你 果报 确定 多事 见到别人 有苦难 我连住他 我将来遇到疼难的时候 有很多人远赎我 你种什么样的阴 将来就有什么样的果报 真的是 阴云果报 丝毫不耍 我们在这个世间 明不了 就要替老的时候 做一个打算 换句话说 尽量紧低我们的老 方法 我们今天能够尊重老人 帮助老人 能够多多地要去修复 不要想死 就我们看到老人 万年时候 没有儿女照顾 生活挺苦 身体很可能就多病 这在人生一生当中 最痛苦的一个阶段 我们如何 在现代这个社会 把养老的事业做好 这是属于无微不失 我们能够想到 照顾老人 帮助老人 度幸福 美满快乐的晚年 这个福报比什么都大 这个果报 是健康长寿 福告诉我们 财不失的财富 法不失的聪明智慧 无微不失的健康长寿 这个世间 果报是这么修来的 我们今天讨厌老人 嫌弃老人 自己老的时候 年轻人嫌弃你 讨厌你 果报马上先欠 所以我们尊敬老人 帮助老人 不是帮助他 是帮助自己 要晓得自己会老 常常想到 夜阴果报 这个人就有智慧 他就不迷惑了 念念为众生想 其实是真的为自己想 念念为自己想 大错大错 我们不尊敬老人 不外护老人 不照顾老人 试问问 我们自己会不会老呢 我们自己老了 很希望有年轻人照 有一般人尊重 佛常常在经论上 教导我们 深意心因果 这个话的意思 很深很差 我们要能够深深地体会 所以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爱护别人 就是爱护自己 照顾别人 就是照顾自己 在这个里头 最重要的是真诚心 这个就是菩萨道 佛告诉我们 近时空变法界 是一体 我们要从这里 建立宇宙人生观 一切众生 确确实实 是自己的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要把佛的教会 乐实 乐实我们 确确实实 是这个概念 我们孝顺父母 孝顺祝福 孝顺一切众生 你一生 生活在感恩之中 我们天天回想 上报四徒们 要乐视 一切众生 都与我们 我们尽心尽力 牺牲奉心 服务社会 服务众生 这是具体报文 报文不是说说就算了 要做到 真正 耐乎一切众生 时时刻刻 关怀一切众生 尽心尽力 帮助一切众生 报文是平等的 佛法为大慈大悲 是平等的 不是特别对待某一个人 平等的慈悲 一切真实 诸佛菩萨 这样的用心 我们应当要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